江源氏 共同立議員 大家好 平安 我叫梁明正 講到我的幸福 或者是準確的說 我的家族的幸福 是要從我的祖父開始說起 我的祖父 生活在 19 世紀末 然後到 20 世紀中的南台灣 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 專門為人家消災、警惡、求神、問土 若是有人家裡有喪事的話 還要請他牽引往火 到極樂世界 我們叫做西方極樂世界 他的家裡除了有神壇之外 他還有收了幾個門土、幾個學生 所以在那裡還要教導他們一些道士 在當時保守的農業社會當中 在地方上算是一個人人尊敬、尊重的一位宗教的士 也是鄉民的領導的路 因為鄉民的生活、作息都要請教他指定文靜 就算他的火力還能在農村的生活當中 有餘 但是始終有兩個難題混亂 第一個就是說 神明這麼多 這麼多的鬼神 而且 這些鬼神當中他們是各施其職 每個人都有一個他的專業 誰也不服誰 誰也 不認出 每個人都是有他的專長 所以有時候 在百祭的時候 針對這位神明 昏的、樹的都還不能打錯 所以 就 非常好 所以他就想說 如果鬼神這麼多 我如果在青庄當中 找到一個老大 嘿 找到 靈界中的老大哥 那我不是就一次搞定了嗎 好 就不用這麼麻煩 不是嗎 一勞一勵 第二個一條 第二個問題 關於超渡網魂的事情 他想說 往極樂世界的這條路 我沒有去過 我的師父還沒有死 他一定也沒有去過 所以 我帶著這些網魂 他們有沒有到 聖女搖石的極樂世界去 答案是 不清楚 不明確 所以 他就有帶著這樣子的疑問 然後 從這個超渡的疑問當中 他又產生了另外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說 要擺記 要做法事 需要記 那 除了有錢人之外 窮人是不能上系列的 因為 有一句話叫做 有錢人 辦生 沒有錢的人怎麼樣 辦事 因為他們沒有錢可以辦法會 沒有辦法超渡 而且這個有錢人當中 我們也不問 他的錢的來路到底是如何 或者是這個人總拿的錢是詐欺的 是換法會 違法 也可以為他辦事 雖然是有這樣子的疑問 為了生計 為了他的固執 還是必須要繼續做這一些法事 所以有一次機會 他就有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就跟朋友借了一本佛經來看 想要研究一下佛法 到底跟道教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結果 不看了不知道 看了嚇一跳 尤其是在 佛教跟道教的一些基本教義上 特別是超渡王府的這一塊 佛教跟道教的基本的理論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佛教是講究文文 講到人死了之後 他的靈魂 要排下去脫胎 但是道教要把他的王府遷入到西方 極樂世界 是有一個地方的 是有一個去處的 所以 他就越看越不足 就把這本佛經還了回去 終究也沒有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1927年 9月 因為他腳上長了一個毒瘡 當時的中醫沒有辦法醫治 所以大夫就建議他去找西醫求助 因此他就到台南 宣教室開設的一個醫院叫做 心樓醫院 在就醫的過程當中 他從宣教室手裡 拿到了一本 約翰福音書的單行本 九十年前的台灣 經濟漏厚 物資缺乏 有錢都不一定可以買到東西 何況沒有錢 何況沒有錢 因此 聖經就只能一卷書 一卷書的把它印 所以才叫做單行本 他拿到的是約翰福音書的單行本 我小的時候還看過這樣子的單行本 非常粗暢 他就拿到了 約翰福音書 基督徒呢 弟兄姐妹都知道 約翰福音書第一章的第一章是什麼 他說太初以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然後第二章又強調一次說 這道太初以上帝同在 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好我們一起來 來請 太初以道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這道太初以上帝同在 哇 道是走道 哈哈哈哈 他終於找到了 他就 以為他遇到了 他以為當時 他就一夜之間 把他以為的聖經 從頭到頭把它靠 困擾他多年的這些難題的疑問 好像是有一個光已經透進來 但是還是非常微弱 還是非常微弱 感謝上帝同在領啊 回到家鄉 高雄 繼續有教會的弟兄姐妹 關心 關心還有聖經的工作 在一次的聚會完之後 他跟他的妻子決定要信靠上帝 就是說要成為一個基督主 其實這個才是難題的開始 這個才是困難的開始 因為 在他信耶穌的當下 就表示說他要離開他元老 教親救贖的工作 帶以為聖的工作 還要面對一些憤怒的鄉民 還有他的信眾 因為他們 以前所依賴 得到平安的這位法師 已經去信耶穌去 造成他們在生活上的沒有安全 他們在精神上的重心就這樣子崩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不能太詳細的講 但是還是感謝上帝的保守 祖父一一的度過了這些難關 值得一景的事 就是當他的道教的師兄師弟 跟他一起當道士 這一些師兄師弟 質疑他 質問他說 為什麼這麼想不開啊 要造成這麼大的衝擊還有改變 他們叫做 他的回答是說 我不是改變 我沒有改變 而我是找到了 我窮及一生 我找到了這個真道 並且 我的父親也曾經告訴我 當祖父信了祖之後 他坦白自己當時自己心情的那個描述 他說 他每一次 去牽引王母回到家裡 把道士袍一拖 往牆上一逛 他心裡就想說 那個時候是心裡想他不敢講的 那個時候 又騙了一次 因為他不明白 因為他不明白 他不知道 全王母是不是有真正的確定到的希望 等到有一天我死了 我的兒子們也要如此被騙 當時他的情形 這個是他在信主之後所分享的 然後 經過了兩年 一不小心 他的妻子 懷孕了 他就想起以前 他事後假神 帶領人敬拜偶像 這個罪過 非常大 他希望能夠 將功赎罪 所以就向上帝祈求 許願 說 若是 賜給他一個兒子 將要把兒子獻給上帝 成為常道理 帶領行走正路 好彌補自己的過犯 這樣講 這個兒子就是我的父親 雖然當時 我的主物不明白 不懂 以為這樣可以將功贖罪 但是後來他才知道 原來 耶穌基督的贖罪 是把人的罪 一筆勾下 一點都不留 所以 根本不用 將功贖罪 後來我的父親就按照 祖父的願望 從初中到高中 就就讀宣教士所設立的 長榮中學 然後進入台南神學院 做裝備 但是我的父親 他是 被獻的 成為一個傳道理 他是被獻的 所以 當他在神學院二零幾的時候 其實心裡有一點 有蠻多的思考 跟一些增長 衝突 那謝祖因著這樣子的磨爛 這樣子的衝突 還有思考 才有機會更清楚的知道 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誰 他在安定牧師之後 又服侍上帝三十七年 在一九九八年的十二月 在一個眾教會聯合的聖誕節的慶祝會上 就在獎牌上 被上帝接種 所以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主 從出生到今天 都生活在上帝的眷屬當中 感謝上帝上帝 願一切的榮耀尊貴 都歸給我們的救助 耶穌基督 謝謝大家